国防部街道共军昨天扰台的动态除了真获四架次共击和四架次共箭 还有六颗的中共空飘气球出没 这是自国军主动揭露以来单日真获最多枚的气球 其中五颗飞越基隆西方外海 另一颗飞越屏洞上空 而这些气球的飞行高度介于15000尺到27000尺之间 而这个飞行高度恐怕对于多条国际航道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国军此前就曾谴责中共漠视飞行安全 至两岸及国际飞行航客安全于不顾的态度 而这个月已经有42枚的中共空飘气球扰台 国军强调都有严密监控应处